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们呢 是先想到Converse的1970S 还是Vans的HOLD SCHOOL 这两款鞋子呢 无论是从热度还是销量 都是帆布鞋圈中的佼佼者 但是对于帆布鞋爱好者来说 当样单品完全的进入到大宗的视野 如果我们再去购买它的话 面临的问题呢 只有壮款 壮款 还是壮款 许多穿搭爱好者 包括我 穿搭的初衷呢 就是为了取悦自己 还有避免平庸 当样单品呢 几乎人人都有的时候 我们便很难再对他们产生购买的欲望 帆布鞋 作为穿搭爱好者鞋柜必备的鞋型 我们肯定多多少少都是得去买一双的 那么在现在这种环境下 有没有相对小众 并且质量 做工 还有外观都相对比较在线 最关键的是 价格相对比较轻盈的一个帆布鞋品牌呢 答案是 有的 并且还是个国货 本期视频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个 国内的一个帆布鞋品牌 名字叫做MATNUT 我近期呢 从他们店铺里面购买了三双帆布鞋 分别是这一双 这一双 还有这一双 他们无论是从造型还是做工 我个人认为是国产帆布鞋里面的顶尖水准 属于是那种 我拿到手之后 就特别想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 MATNUT是一家专门做帆布鞋的一个品牌 他们店铺里面单品的种类还挺多的 有高帮的 低帮的 皮面的 绒面的 都有 我还是蛮推荐喜欢帆布鞋的观众朋友们去这家店铺里面看一看 然后本期视频我会从鞋子外观 穿着体验 还有搭配示范 三个部分为各位观众朋友们分享这三双鞋子 以便让各位观众朋友们对这三双鞋子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最后声明一点 这些单品都是自己的推荐 好的坏的我都会讲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本期视频的主题 首先第一双我们现在讲一下我手上的这一双白红配色的 我个人认为这一双鞋子是这三双里面质感最好的一双 我们先给它的外观打个分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到五分不知道能打多少分呢 说实话这双鞋子我刚拿到手的时候是十分惊喜的 很难想象到国产帆布鞋 现在的做工还有质量已经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 可能是因为我对国产分布鞋的印象还停留在牟利的时候 鞋子的外观比较简约 整体色调是米白色偏多 红色进行点缀 两侧的红色拼接一直延伸到鞋后跟处 并且还有白色的铭记线增加设计感 鞋子外侧的方形皮镖 还有鞋头的平白镖石锯石皮块 都是十分有趣的小设计 为鞋子增添了不少的趣味感 值得一提的是 这双鞋子它前面的这一个锯石皮块是可以拆卸的 它只是用鞋带窗孔的方式固定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其实随时都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拆下来 鞋子的整个鞋面都是应用了牛皮材质 不过白色部分的皮质相对于黄色部分会更加的细腻一点 鞋带有进行刷蜡 既可以让鞋带有微微皱皱的效果 还可以增加它的耐用程度 内里采用了帆布鞋材质 首先十分工整 鞋垫采用的是软木塞发泡鞋 这个一般只有贵货才会用 上面还有品牌的金属烫印 中底采用了手工硫化的工艺 双层包边的设计 既可以让整双鞋子结构感更强 还可以有很好的增高效果 不过有一说一 这个中底让我想到了设置品品牌Mani 还颇有一点贫屁的感觉在里面 鞋底的纹路十分简单 Manart全部鞋型用的好像都是这个鞋底 这个鞋底有点像我军训鞋的鞋底 不过它鞋底摸得挺硬的 应该是用了比较耐磨的橡胶 我现在这个鞋底是穿了两三天的 然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磨损的 鞋子的外观还有做工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穿着体验的话 其实与大部分的低帮帆布鞋一样 脚感偏硬 并且穿短袜会磨脚后跟 就是大部分的低帮帆布鞋都有的弊端 因为它们定义是休闲鞋 所以对于穿着舒适度的话 其实可能要求没有那么的高 不过这个鞋子还有一个比较值得说的地方 就是它鞋子的这个地方 因为这双鞋子是全皮的 所以你走路的时候一折叠 就是这样一折叠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卡脚的感觉 这个感觉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 并且因为是全皮的 所以它这个地方折叠之后 很容易产生褶皱 就看各位观众朋友们能不能接受了 总体而言 这双鞋子的穿着体验可以理解为 颜值都是用穿着舒适度换的 关于鞋码的选择 我个人建议是选小一码或者说一码半 MENAC它的全部鞋型鞋子的大小都是统一的 我这一双是41码 然后它的脚长是已经去到了26.5厘米 跟我运动鞋的42码半是一样大的 甚至比德比鞋的尺码还要再大一点 因为MENAC全部鞋型它的尺码都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在这里说了一遍之后 我后面就不会再说鞋子尺码的问题了 然后是鞋子的价格 这双鞋子平时的价格是520元 活动的话大概是470元左右就可以入手 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你只需要比1970S的低棒再多加几十块钱 就可以获得一双无论是质感还是外观 都吊打1970S低棒的一个尚未替代 其实我觉得这一笔账还是挺划的来的 最后是这双鞋子的搭配示范环节 各位观众朋友们就简单看一看吧 OK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双鞋子 第二双鞋子是我手上的这一双白黑配色的 按照惯例我们先给它打个分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1到5分会给它打多少分呢 这双鞋子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们会对它有点印象 因为我们的伯格在某个综艺节目里面 曾经上缴过这双鞋子 当时把这双鞋子的热度带得挺高的 导致这双鞋子成为了Manart全部系列里面 销量第二的一双 不愧是伯格 鞋子的整体设系依然是白色偏多 黑色的鞋带与中底形成了一个反差呼应 鞋身整体采用了牛皮材质 与白红耐爽一样 依然是十分细腻的一个皮质 鞋子的外侧有一串小小的英文标语 不过硬刷的有点敷衍 然后是Manart全系标配的一个刷辣鞋带 美观又耐穿 值得一提的是鞋子的内里部分 有一圈黑色的一个皮质海绵填充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个设计的 这个设计既可以增加这双鞋子的一个设计感 还有就是让你穿短帽的时候 不会让你感觉到鞋子这个地方磨脚踝的疼痛感 这一点还是挺人性化的 鞋帘是软木塞发泡鞋帘 中底依然是手工硫化工艺 造型与前面白红配色一致 双层包边 鞋底也是Manart标配的一个军讯鞋鞋底 调侃归调侃 它这个鞋底其实它的防滑度 还有耐磨度都是挺不错的 鞋子的外观是没什么好说的了 帅是真的帅 毕竟伯哥都上脚了 不过质感相对白红配色那一双 就会比较差一点 可能是因为产量比较高的原因 导致这双鞋子在小细节方面 做的会有点敷衍 但是其实还是在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之内 穿着体验的话 我觉得和白红配色那一双 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 依然是脚感偏硬 不过有海绵包边的设计 导致它并不会磨脚后跟 并且这一双的重量会比较轻一点 走起路来也相对而言不会那么累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这双鞋子的皮质会比较软一点 鞋子的这个地方就是 走路的时候不会说比较卡脚 但是更软的皮质就伴随着一个缺点 鞋子会比硬的皮质更容易皱一些 穿着体验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与大部分地方的帆布鞋一致 它的价格是625元 其实活动的时候500出头就可以买到了 价格相对而言会比较贵一点 不过做工还有质感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自行斟酌一下 最后我们依然是进入搭配示范环节 各位观众朋友们就简单的看一下吧 最后一双鞋子呢是我手上的这一双高班版本的 它是MANA与QQ浏览器的一个联名 说实话其实我并不理解为什么一个鞋子要与一个浏览器联名 这双鞋子呢虽然它的质感还有造型呢不如前面那两双鞋子 但是它的可玩性呢是这三双鞋子里面最高的一双 按照惯例我们先给它打个分吧 1到5分各位观众朋友们会给它打多少分 鞋子的整体色调呢是以米白色为主 会有点素有点平平无奇 鞋面材质呢是尼龙粘扣绒面材料 上面还有车线将鞋面划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区域 那为什么这双鞋子会这么设计呢 这就不得不提一下随着鞋子附赠的来的这几包DIY材料 总共是有四个颜色 还有几个小图标 这些DIY材料的使用方法其实挺简单的 我就拿这个黑色的举个例子 它拿出来之后呢是这样的一块一块的类似于贴纸的一个东西 你只需要像这样呢将它贴在规定的区域里 就OK了就完成了一次DIY 当然啦如果你想随便乱贴呢也不是不行 我出约的计算了一下 这四包DIY材料还有这几个小图标呢 根据排列组合总共是可以组出一百多种搭配 买一双鞋子送一百多种搭配 这笔账太滑的来了 不过话虽如此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它什么都不贴这样纯白的一个样子 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双小白鞋 因为如果你其实贴太多这种话你无法的贴纸的话呢 整双鞋子看起来会特别的像同鞋 鞋子鞋头呢依然有标志性的可拆卸锯齿皮片 中底也是MAN的传统中底 不过增加了一些与回贴浏览器有关的小细节 作为一个小点缀 除了鞋垫运用而与1970S类似的帆布发泡鞋垫以外 鞋带还有内衣材质与白红配色那双并没有什么区别 穿着体验而已 穿着体验的话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脚感相对于软木材鞋垫会更舒服一些 不过因为是高帮所以并不推荐穿短袜 因为穿短袜的话呢你的脚呢会比低帮磨得还要离谱一些 我个人建议对于这种高帮的帆布鞋 可以额外再购买一个比较软弹的一个鞋垫 既可以起来增高作用还可以让你的鞋子的脚感更好一些 不过低帮的帆布鞋呢我就不推荐这么做了 因为如果你低帮的帆布鞋再加这种增高鞋垫的话呢 它会看起来十分的不协调 这双鞋子的价格呢和第二双鞋子一样都是625元 不过这双鞋子的可玩性真的挺多的 就看各位观众朋友们怎么选择了 OK 最后我们依然进入到穿搭示范环节 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吧 OK 我们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可能会有观众朋友们说 花多比框威多的钱呢 去买一双国产的帆布鞋是智商税 但是我想说这笔账其实并不是这么算的 无论是买鞋还是买衣服 穿着体验的对比呢永远比它们价格的对比要更加的重要一些 当然我并不是鼓励各位去买奢侈品 在合适的价位选择最合适的单品 我个人认为是购买服装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其实国外的月亮并不一定比国内的远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